大家好 18点05分了啊 最近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高考的分都出来了啊 这个 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啊 这个国内那个我的那个外甥女儿分不低啊 考了 64050分吧还行啊 在北京这分还行 能上一个还算不错的大学了啊 当然可能北大什么的够呛啊 北大清华煤气 嗯 看看这啊 这是南方吧 可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一带浙江啊 这个 这算是在过去算是中了状元了啊 这以后家里边投好多钱 可能本科毕业很多人还要考研究生啊 就业也不太好就业现在就业机会少 然后是吧 然后很多单位哎 你考公务员或者是那种教师啊 什么的还得要求你点最起码是个硕士研究生 现在本科就相当于过去的初中差不多了 看看这个怎么说的 老百姓啊 老百姓啊从来不是唤醒的 是他自己痛醒的 疼醒的 痛和疼哈 在他毫无疼痛感之前 你唤他啊 你想启蒙他啊 让他苏醒过来 他一定认为你是神经病 一个人的改变 百分之一靠别人提醒 百分之九十九 靠社会的千刀万剐 比较有道理哈 这话某种程度上有道理啊 这有一个关于西门庆的啊 金瓶梅的 说整天呢 看金瓶梅 其实呢 西门庆的地位 如果换成现在 也和王石王健林差不多啊 也包括什么许家印潘石屹啊 啊 是非常富裕的啊 这种这种巨商啊 房地产的巨头 但西门庆比王石和王健林啊 许家印等人品好的事 他从不给大众一些不切实际的鸡汤 和朋友的交往 也指来实际的 不说空话 套话 假话 西门庆的 西门庆的朋友 硬伯爵 姓硬啊 应该的硬吧 一念硬啊 生了儿子 可没钱扮满月酒 一脸的愁容 西门庆知道后 只是说 生了儿子 你哭上着脸干嘛呀 你的儿 不就是我的儿吗 我们一起养 然后借了五十两银子给他 西门庆的另一个兄弟 叫长士杰 长智杰啊 因为没钱交房租 西门庆知道后 因为自己手头周转 手头周转 就是没有那么多太多的钱啊 先借给了他十多两银子 让他拿去先生活 马上又借给他五十两 让他买下一栋房子 再做点小生意 好好维生 有一个卖梨养父的运搁 靠卖梨 养活自己老爹的运搁 西门庆 每次买梨 都会给他一点好处 他从来不指点运搁的人生 不要指望我 一个人买你的梨 你得先定个小目标 今年卖出去五万斤的梨 明年再确定一个目标 卖出去十万斤的梨 这个应伯爵和常志杰等人啊 得了好处 就拍西门庆的马屁 说他命好福大会发财 西门庆也是说实话 怎么会发财呀 我不过是会送礼 让一个小丫头 陪着蔡状元 快活快活 送了一个姑娘给蔡状元 蔡状元肯定是个大官啊 蔡状元将盐业的生意交给我罢了 做盐在过去都是专卖啊 都是垄断的 西门庆的实在 是他会和兄弟们说实话 他真正的发家 离不开垄断生意 盐业 做盐嘛垄断 而不是指点人家树立 不切实际的目标 但王石 王健林 许家印 潘石屹等人的坏 他们的坏 是他们不会告诉你 他们发家 真正靠的是什么 当然他们发的家 很有可能就算犯罪 对不对 勾结那些权贵 是吧 那些太子党红二代 那都是犯罪 他们发财真正靠的是什么 他们只会给你喂鸡汤 让你像孙悟空一样 直觉的皇帝轮流坐 明天到我家 对吧 让你感觉啊 他们的机遇 你看他们做人做的好 那哪是做人做的好啊 对吧 人家有门路啊 对吧